出生时就把最珍贵挥宝给江爷爷看 四月后就把凡人挥宝叼给送爷爷带 如今更是站起来甩一甩要把挥宝退伙 爱宝究竟多不想带挥宝 截止目前我们看到的爱宝已经第三次要把挥宝给爷爷带了 甚至第一次看到爱宝站了起来 福宝乐宝站起来都是跟爷爷互动玩耍 爱宝站起来则是要求退伙 叼着挥宝对着爷爷晃了晃仿佛在说 生之前说帮我带 生之后装作看不见 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大家都说我变张飞了 哪怕你良心不会痛吗 乐哥下次看到我都认不出我了 别的熊都是拿娃换盆盆奶 爱宝是叼着娃送都送不出去 挥宝是如何一步步被妈妈爱宝想要退伙的 在爱宝睡觉时挥宝会经常练功 左一拳右一拳虽然没啥杀伤力 但是很影响爱宝睡眠 好在爱宝的黑眼圈盖住了黑眼圈 不然一眼就能看出来爱宝睡眠不足了 名副其实的肝饭王 因为随时随地都在喝奶 凭借体重优势经常欺负姐姐瑞宝 甚至开始动手打妈妈爱宝 好在爱宝一点也不惯着挥宝 挥宝也是迎来熊生中第一顿奏 看见江爷爷连跟爱宝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爱宝只好再次选择摆烂带娃 看见梁小芝在角落不知道在干嘛的爱宝 本来想去看看咋回事 后面想想将奶爸干 自己转头就走向另一个房间呼呼大睡了 就连吃竹子爱宝都不再优雅了 竟然躺着吃了起来 还是第一次看见爱宝这种摆烂姿势干饭 不过听到江爷爷的声音 爱宝还是会乖乖起身吃饭 现在爱宝睡觉也是直接跟瑞宝挥宝分房睡 反正有两老头帮忙看着 爱宝就好好恢复一下 因为现在屋内戴娃只是开始 等到戴娃出门营业才是真正的考验 相信爱宝可以做好的 感谢观看